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金正恩 1月8日是猫王的生日 也是北韩第一欧巴 金正恩aka金三胖37岁生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除了有帅气沙龙罩陪伴 还有党送给他的大礼物 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同俄选举 在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金正恩击败了自己 和金小胖跟金三胖 被推举为北韩劳动党总书记 在北韩这样的共产独裁国家 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用过的头衔 往往在去世之后就形势上玄缺 由接班人以其他头衔掌握党政军大权 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 国家主席的位置就永久空缺 金正日则是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长 以及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等三个头衔 持续领导地位 当金正日于2011年去世 接班的儿子金正恩继承国防委员长最高司令官的头衔 至于党职方面 金正恩按照惯例避开总书记的位子 改称为第一书记 这次不仅恢复了废除五年的书记局体制 第一书记也正名为总书记 对于共产独裁政权来说 象征领导权威进一步强化 空缺了十年的王座 恭迎北韩欧巴尊贵权力在升级 继承了父亲头衔 欧巴侧漏的除了霸气 还添加了不少福气 邻国皇帝加冕自己 好哥哥主席大大 也发出贺电 说小胖再次被推举为最高领导人 体现了全体党员 和北韩人民对他的信任期待 中国朝鲜山水相连 同是社会主义小伙伴 巩固并持续发展两国关系 是中国坚定方针 两位得票率100%的国家领导人 互相吹捧 这画面真是太感人了 广街良员满载而归 欧巴虽然生日 但大家都是来看妹妹的 被称为北韩第二把交椅的金语正 是金正恩唯一的妹妹 94去年6月爆气 炸毁两韩联络处的北韩第一妹妹 在这次大会上没有获得任何提拔 另外根据外电报道 在两韩高峰会与美国北韩高峰会期间 引起各方关注的金正恩妹妹金语正 原本列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自次则从名单中消失 被认为可能遭到降等 但是党大会的电视画面 可以清楚看到 金语正的座位 就在金正恩左后方的位置 同时她还保有劳动党的组织指导部 宣传山洞部 两个部门的第一副部长位置 醒醒吧妹控门 至少人家还有妹妹 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除名 也未列入部长名单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因为年轻人做事太狂 还是被党给血藏 怕妹妹2021年 又看什么东西不顺眼 直接炸毁 金三旁生日快乐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不要看 博师的新作运势 让你过去所有的功力 一次用一种很华丽的方式 爆发开来 所以所有的摩羯座 身在此刻 我相信你已经是在新世界的大门了 鱼游二路组1899再增量20颗 首刀放入货物车 让你灵活清晰扭转心机 新版护照 身处这个不能出国玩的时节 外交部端出新的炫炮玩具 1月11号正式发行 2021台湾新版护照元年 任内只断交五个邦交国的外交部长 笑容可举 亲自绣照 今天是我们新版护照 发行的第一天 很高兴能够来到领务局 看到有很多的民众 在这边申办新版的护照 我们已经周知各国 也通知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协助通知各家航空公司 所以我们申办新版的护照 在世界通行是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外交部领务局 Pico Mountain Pico Sea 护照还没到期的民众 赶紧来充值台湾价值 部长拍拍胸腹 新的护照得救补 在世界通行没有问题 虽然救护照 本来在全世界通行就没问题 只是因为疫情 我根本不敢在世界通行 啊多么重的领务 新旧版护照比一比 底色同样都是墨绿色 不过新版把Republic of China 缩小环绕在国会外 放大下方的台湾 提高辨识度 让民众很有感 就是比较清楚自己的国家 就不会有那个有 感觉是 好像是中国一部分的感觉 已经成了26年了 视觉感官的饗宴 鸡蛋创意的体现 隔壁棚的卡斗航空 还在藏台湾Logo 反正台湾护照 中国也看不到 直接开启Photoshop编辑 绿油油护照背景 今次台湾经过几番抚摸搓揉 终于变大了 这一波放大台湾的操作 就是这么浮实无华且废实 到今天早上10点为止呢 就是本局还有4个办事处呢 加起来目前已经有700个民众 已经完成送件的程序 对中国的时候我们要讲 我们是中华民国 对外国的时候我们要讲是台湾啦 但是呢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名正言顺 大大方方的讲我们是台湾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是台湾国 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也是我在1月11这个当选版周年 能够送给台湾人民的一个小小的礼物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一打35的陈师傅 送上新版护照当过年前礼品 前方确认安全无余 即可前往换照 备妥两张6个月内护照用相片 身份证和旧版护照 大人1300元小孩900元 你不是中天 一定换得到照 爱丽莎莎 三元假胖 天气越来越冷 有勇者却不畏寒冷 选择在浪漫冬日加温感情 拥有119万粉丝的台湾YouTuber爱丽莎莎 曾在韩国留学8个月 2017年10月23号发布第一支影片 频道主要分享韩国流行事物 以及各种开箱旅游等日常主题 与拥有137万粉丝 首位访问蔡总统的外籍YouTuber三元 频道三元假胖 共有7名成员 来自日本的他曾任职于富士电视台 2015年9月12号上传首部影片 两位百万YouTuber抢墙联手 粉丝总数将近老额的6倍 推出了一部交往7天的企划 真的在一起真的当情侣 真的找寻属于他们的浪漫 你只要有了这个浪漫因子呢 它就是你跟他浪漫之间的一个催化劲 第一天宅在家看伴泽直树 第二天吃不凶的阿姨早餐店 第三天爱可斯帕克水族馆拍王美照 第四天华泰名品城大开杀戒 第五天夜跑浪漫途进大道城 第六天情侣圣地新北耶诞城 第七天爱情摩天伦坚吻大失败 爱丽莎莎推出七日约会全纪录 三元也有两人爱的主题曲一起好吗 歌曲内容抒发渴望在一起的心情 死早又没取掉悠扬 闻者感动听者流泪 OK我想浪漫第二课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们的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实早在半年前 两人就拍过一起泡汤的企划 你一起好 一碗要价三万元的高级温泉 羡煞旁人 我不吃不喝一个月 还是住不起 看得真是不想努力了 天气这么冷 阿安请问有干爹 想找老鹅拍泡温泉企划吗 要不要跟你在一起呢 再思考一下 虽然这段感情是期间限定 老鹅在此献上诚挚祝福 预知更多详情 自己去看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